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用了Focus Guide之後 還要回頭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S-Mine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 其實S-Mine就等於是什麼 它的核心 我們的Focus Guide就是用新制度方式去呈現的 只不過比較漂亮而已嘛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做簡報已經是最後階段要呈現了 你之前的那些動作 包括你怎麼去發想你的那個一個idea 就好像我們在寫作文一樣 老師給你一個題目了 你是要把它的肉 把它的股價 把它的肉慢慢長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一個新制度的軟體 或者是所謂的新制度的雲端服務 讓各位可以比較方便的去構思這些內容 那這個部分不只是用在我們作業功課上 其實你生活上可不可以用 可以啊 社團啊 你要規劃什麼活動 也是要先思考嘛 一樣的概念 那新制度團體一個最重要就是要夠靈活 可以不夠好看 但是伸手要夠矯健才可以 所以你看呢 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新制度它有很多種怎麼樣 不同的類型 平常如果我只是要就是很單純去構思的話 我到部分都會用預設這個進來 預設這個進來 那如果你要好看一點的 你就找範本 一樣啊 新制度也有範本啊 對不對 如果你就眼睛不舒服 沒有辦法繼續做下去的你就找嘛 好 假設我想要找這一種的 好 點下去 有沒有 就一個就出來了 你這就負責改就好了 播廣播嘛 好 好 所以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在這邊做 那等一下我會拿我的檔案給你 齁 就是我的那個規劃檔案給你開考一下 那麼我們在這邊呢 萬一你覺得 啊 我有什麼新的東西 你可以按右鍵也可以 有沒有一個叫插入 同一層或下一層分支 有沒有 按右鍵 不過說真的啊 你用比較習慣之後 我通常會用快速鍵 Enter 就是同一層 鍵盤上有一個地方叫TAV有沒有 大寫的上面那一顆啊 有沒有一個叫TAV TABLE嘛 那個叫TABLE 就是下一層 所以今天 欸 我的任務 1 2 ABC的 我按Enter 有沒有同一層 對不對 任務D 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那我要它的下一層按TABLE D之1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 新制圖軟體 有一個很重要要靈活 啊 糟糕 剛剛下錯了 啊 你應該來這裡 有沒有發現可以這樣 對不對 可以移動 我本來想移到這裡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啊 我往後退就好了 來 有沒有 往後退 對不對 啊 這裡跟它有點關係 好吧 看一條線 欸 以後要注意一下 這樣你有了解那個概念了齁 我們 在思考的時候就會 胡思亂想嘛 不是嗎 哈哈 講好聽叫天馬行空嘛 不好聽叫胡思亂想啊 胡思亂想 只要你不要想歪了 事實上只要跟那個主題有關的 事實上對我們的後續是有幫助的啊 對不對 每個人的意見都很重要啊 搞不好你現在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意見 我沒有接受 可是以後可以拿來用啊 所以它可以像這樣 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 這幾個 有點關係 然後呢 我想要把它合在一起 就把它加個這個啊 來這個 像這樣有沒有總瓜 還是你要到這邊 有沒有 總結嘛 這樣有沒有簡單 你甚至可以加入茶人節 也可以加入圖片喔 你看一下我們的那個講義 你有沒有覺得我上面還有圖片 有注意到嗎 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圖片 在這裡 應該是對 這個 我上面不是有插入圖片進來嗎 有沒有小的圖示 也有喔 這樣 我的這個版本跟你們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要列印出來 所以我再稍微改變一下 但是這個在線上我用這樣比較快 有沒有 上面還有1234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在新制圖這邊 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 這裡是第一個 你可以按右鍵插入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圖標 有沒有 任務等級 一、兩、三、四 就可以加進來 那當然你要對調也可以啊 這個 跟它有關係 有沒有 我就可以隨時改變一下 這樣 有點感覺嗎 請問插入圖片要怎麼插入 找到 你的圖片 假設我們在這邊 剛剛的 貓咪 這一隻 好 按右鍵 複製 你來這邊 如果你是屬於這一塊的 Ctrl加V貼上 看行不行 但是我知道有時候不行 有的會不行 好 如果你真的不行了 你可以把圖片存下來 插入裡面 有沒有一個圖片 這樣也可以 好 所以如果你需要完整的這些連結 你就把它 這個 插入超連結 超連結 在這裡 其實你知道我為什麼要稍微找一下嗎 因為8.0版 它把超連結是在插入裡面 7.5版在外面 所以會有點不習慣 好 這樣有沒有一個超連結的 就像這樣子啊 所以你要 要做什麼 有沒有都很簡單 你還可以在這邊做說明啊 這樣就跟你先玩一下囉 好不好 我們待會呢 給你看 我上面有放幾 放幾個我在做的 在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幾個 這個 跟這個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把我的原始檔下載下來 好吧 給你試看看喔 來 還給你一下